我從小就是在大自然中長大 就是我們家有個後山 然後有菜園什麼的 然後家裡也是種了大量的仙人長 因為以前你不能出去玩 就在家裡就只能跟那些植物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養成就是觀察的習慣吧 我很喜歡觀察植物 那這次的曲叫杜夏 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在折 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時候怎麼樣杜夏 讓我先生長杜夏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直以來植物就是我創作的來源 用很微觀的方式去放大 個體的細節 然後我也是很喜歡去強調這些紋路基礎之類的 那應該是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觀察植物 他們身上的一些紋路 或是他們的顏色造型 加上我也很喜歡看圖鑑 然後圖鑑通常就是會放大很多個體的細節 讓你可以很詳細的去看它的痕跡紋理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的創作一律就是放得很大 所以我就是想說用可能擷取植物或是仙人長的一些部位 可能是它的刺或是它的肉質的部分 然後去跟可能我想要結合的人體的部位去做搭配 然後再去塑造成我想要在這個個體上 形塑成什麼樣的樣子 所以我想要把焦點更集中在植物本身的肌力 以及它們可能是曬傷 因為夏天的關係太陽太大 所以曬傷造成了肌力 同時會發現它身上因為夏天的氣候造成很多的損傷 但同時它又因為這些陽光或是雨水 又在持續生長 那這一幅的話是失敗的嫁接作品 上面的墮落植物就是會死掉會枯萎 這幅會取成夜晚才能看見的性 也是因為觀察植物的時候 你覺得迷人的地方 反而不是它長得最豐盈的時候 最完美的時候 反而是有一些缺陷的時候 你才會注意到它某些特別 那個迷人的點這樣子 以前就是可能是想要強烈的表達自己吧 透過創作 然後經過了比較多年的時間之後到現在 我覺得那些事情可以用我其他方式去解決 或是我其他方式可以去表達 那創作上面我會想要比較不要那麼的沉重 對我來說 因為以前在去做作品的時候 就是會刻意不要去談到這一部分 但可以跟觀察討論的事情就會比較少 那現在我是覺得比較輕鬆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帶給觀察 觀看哆樂植物的不同的角度 對可以提供它們一些不一樣的想像 對於植物的事情 可以幫索 對於是 這種學校雲一口音樂再進行 可以進行 成真ONEY 好